日前一则写成幼儿园教师虐童视频在网上日传引发网友关注 10月9日伊能净通过微博关注此事 除了晒一段视频还发长文 亲爱的爸妈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 如果谁让他痛或者摸他身体都要告诉你 请你一定要告诉他身体非常珍贵 就算爸爸妈妈也不可以 所以有任何人摸你打你给你吃东西 你回来都要告诉爸爸妈妈 如果有人说你告诉爸爸妈妈我会打死你 你跟孩子说爸爸妈妈会保护你 你不用害怕 你要让孩子相信他能依靠你 你的孩子被伤害 你可以透过律师提起诉讼 中国的法律在权益的维护上越来越健全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与孩子的权益 明丽妈永远在这里协助你 为了不教育出 轻易伤害他人的孩子 请你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 网友纷纷表示 喜欢这么亮的你好运会一直伴随着你和你的家人 感谢静姐 深夜还关注音乐同事件 我觉得这时候聊这个话题特别适合 请你记得你的宝宝从小的时候 他要上幼儿园之前 你就要告诉他 他的身体是他自己